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講TMTC TMTC就是講Trump Media的技巧 他很聰明 第一 他很懂得玩互聯網的平台 曾經他們在Facebook Twitter 或者Instagram 他們做得非常之好 他的followers是幾倍多於拜登 他以前的施政全部用去Twitter去差不多 好像以前那些皇帝詔書那樣 他的政策就在Twitter裡面公佈 就不是一些正式的出一些通告去做 你說怎樣我覺得是有好又不好 好的 一個皇帝也好一個領導人 是善用這個社交媒體 不好的時候就說社交媒體有一個反面 就是他很容易去煽動到群眾 坦白說我不說他是對還是不對 但是我覺得特朗普聰明之處 他很懂得玩這個遊戲 就是過億的用戶是關注他 其實他已經是足夠大 是自己可以做到經營一個媒體 那就是有客有流量 有流量的時候 他也都用一個SPAC的系統 是幫他先用籌集資金 去跟他上市做一個估值 又是另外一些用金融最新的工具 去幫他套現或者集資 那我經常覺得有些人就特別聰明 就是不要說他那個年紀 他那個年紀 雖然七十幾歲 但是他走的東西是最新的 就是他知道怎樣玩社交媒體 他知道怎樣玩他一個金融的操作去槓桿 那很多反過來年輕人 就不知道是教育問題還是什麼 是很不肯接受新事物 就是連說 說給他聽他都不耐煩去聽 那我為了避免自己都年紀不輕 我都是很怕自己變成一個老海鮮 和社會是接軌不到 所以為什麼要不停接受新事物 去了解什麼叫元宇宙 去了解什麼叫虛擬貨幣 去了解什麼叫NFT 教科書現在是不能告訴你 唯有就是要在網絡上面 去找到最新的資訊 找到一些比較靠譜的人 去了解多些資訊 今天想說的TMTC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